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 接下来几支影片我们要和大家介绍 八年级第三册的中央政府 这个单元要记得东西比较多 很可能也是你从国一到现在 第一次觉得公民好像点难的时候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准备哦 在上一张国家的组成要素当中 我们提到政府是组成要素之一 同时跟大家说明了 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构 既然政府做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一些制度来跟范它的话 政府很有可能就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甚至会切换到人民的权利 使得原本才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反而受害 这样就不好了 于是我们就需要权利分立 来确保政府的权利有被妥善的监督 同时可以逼此制衡 而权利分立的方式最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三权分立以及五权分立 我们就先从三权分立开始介绍吧 三权分立主要被西方的民主国家所应用 它是由孟德斯州所提出来的理论 它把政府分成三大部分 分别是行政、立法以及司法 所谓的行政权呢 它是负责国家政策的规划与执行 同时也是整个国家运作的中枢 立法权则是负责制定法律 而所有人包括行政权都要遵守这些法律 并且负责监督行政权 让行政权不会过度的扩张 司法权负责的是司法审判 它必须要超脱党派以及个人利益 做出公正的判决 我们把这样子的政府样貌称作三权分立 至于五权分立则是孙中山所提出的 它把行政权当中又分出了考试权 它负责的是公务人员的任用 孙中山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让公务人员的任用更为公平 不会让行政权滥用与自己亲近的人 另外孙中山还分出了监察权 监察权负责的是周举与弹劾 这些名词我们会在之后的影片详细介绍 而监察权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行政权的失职 而这种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组成中央政府的状况 就被称为五权分立 也是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所调用的政府体制 而孙中山的想法要被实行 还需要依赖另一个权能区分的理论 所谓的权能区分 意思是人民有权 以及政府有能 这边的政府有能 指的是政府拥有治权 或者说是统治的权力 说穿了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 至于人民有权的权 是代表人民有政权 有参与政治决定政府的权利 包括选举权当中的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而在人民有权 政府有能的状况 理想当中是要由政权管理治权 且治权要对政权负责 换句白话文说就是 人民管理政府 同时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毕竟政府只是管理国家的工具 它的目的是要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它应该是要为人民服务 所以说各位国家的主人们 也就是你我 应该要好好监督政府的施政 确保公仆们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生活 我们下一支影片开始 就会一一介绍中央政府的组成 请大家继续收看哦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要记得帮我们的FB按赞 还有到YouTube电视频道哦 公民丁我们下期见 拜拜